树后的注意事项也很简单 主要是一个防治感染和血种的问题 防治感染一方面是外用卡通素转高 一般的我们像红酶素金酶素这种眼药膏就可以 我们定期每天几次的抹在切口上或缝线处 再口服一点抗生素比如涂包类的 抗生素预防感染就可以了 另外为了避免血种 可以在手术后48小时之内进行冰敷 在48小时以后开始热服 这可以有效的减轻水肿减少出血 促进消肿和恢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